在一大群游客的惊呼声中 美美奶妈抱起了一只熊猫宝宝 把它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然后把奶瓶塞到了小家伙的嘴里 小家伙也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地牺牲起来 这个时候 在奶妈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只熊猫宝宝 眼瞧着奶妈在给别的熊猫宝宝喂奶 小家伙可不乐意了 要助奶妈的防护服就拼命地扯 奶妈 你偏心我的瓶瓶奶呢 我说 上一个喂的不就是你吗 怎么小嘴一抹就不认账 我不管 奶妈都没喂我这么长时间 那还不是因为你咕噜咕噜喝得最快 说话之间 这只熊猫宝宝也喝完了瓶瓶奶 奶妈把小家伙抱起来 在她背后拍了拍奶格 这又让后面吃醋的小家伙 找到了借题发挥的空间 奶妈 我刚刚喝完奶的时候 你都没给我拍奶格 大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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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走了 拜拜 你这也太硬服交穿了吧 可爱国宝报校姐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叫什么打潢草 with开玩火 我跟你说过 听起鼻梦吗 skulle兼誉把里面�ь了